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大祭园野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毅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好走过北国一望无际的园野 男人名字叫做青座 是个毛皮商人 就是从山里的猎人家里便宜的买来兔子皮 梨子皮 驮到马身上 晕到城里去兜售 维持着清贫的生活 因为是寒冷的地方 所以毛皮很好买 不过 从山里到城里这段长长的路程 即使是对于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说 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特别是穿过这片荒野时 更是痛苦 园野辽阔无垠 如果说看得见的东西 就只有一片片草和遥远的云了 旅人一个人走在这条道路上时 常常会遭遇奇妙的幻觉 风的声音 让人想起年轻女孩子的笑声 草那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绿城 青座最害怕的就是走到原野的正当中时天黑了 一想到要在人际罕至的荒野里露宿 一种来历不明的恐怖 就会让它不寒而栗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青座原本并不是因为喜欢 才成为了一个毛皮商人 父亲早逝 为了抚养体弱的母亲和一大堆弟弟妹妹 走投无路才选择了这个工作 他刚开始去猎人家 看到刚刚不来的 还咕嘟咕嘟的冒血的熊皮时 恶心的几乎都忍不住了 他心里总是翻腾着那一刻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总是害怕 万一自己牵着驮着山一样高的毛皮的马 还没走到城里天就黑了 那些买来的兔子皮 梨子皮和狐狸皮 突然就喘过气来了 发出了可怕的叫声怎么办 同样是皮货生衣 如果是做皮革手工衣 就要快乐得多了 他总是这样想 青座的一双手很巧 高兴起来 就常常会用剁下来的鹿皮做个钱包 香烟袋或拖鞋什么的 于是他就会想 要是这些东西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能维持得了生活的话 那就再轻松不过了 好了 这里是北方短暂的夏天快要结束时的故事 青座这天也牵着兽马 有气无力地朝着城里走去 太阳在遥远的黑森林那边 明晃晃地燃烧着 这天与往日不同 青座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那是因为皮毛货里头有一张过去从未看见过的银湖的皮 他看上去能卖个大价钱 他琢磨着 用卖他的钱给母亲买药 给妹妹们买和服 再用剩下的钱去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 这么一想 就又觉得毛皮生意也未必就那么坏 他把过去的那种恶心的感觉给忘到了脑后 照这个样子下去 要是能采购到十张银湖皮就发大财了 青座这样自言自语着 那样的话 也不用牵着这样的兽马做这样的生意了 他停下来 擦了一把汗 于是马也忽吃忽吃地喘着粗气 今天是一个口渴得特别厉害的日子 带来的水壶早就空了 青座突然记起来 这一带有一口古井 旅人经常在那里歇息 究竟是谁在这样的一片荒野的正当中 挖了这样一口井呢 井深得可怕 水又清又凉 好像能把手割破似的 在那里歇一会儿吧 青座牵着马 朝井的方向走去 井在一棵大榆树的下面 可是这天 当青座好不容易才走到榆树下面时 发现石头老井的边上 坐着一个感觉奇妙的小女孩 青座吃了一惊 不由得僵力在那里了 你好 青座 因为女孩冷不防这样喊起来 青座一下子愣住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女孩穿着茶色的棉衣 当她瞥见她那两条像半截木棒子一样的光腿时 不由得害怕起来 你 你是谁 青座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只见女孩长长的头发一甩 笑了 你也许不知道我 可是我太知道你了 我一直看着你从这里走过 走的时候 脱着山一样的毛皮 回来的时候 揣着好多好多的钱 所以我才问你是谁吗 青座瞪着女孩 于是女孩玩耳一笑 答道 我是井精 什么是井精 青座好奇地盯着女孩 是住在这里头吗 也就是说是水精吗 女孩满足地点点头 然后又这样说明道 也就是说 我是地下水之精呀 这片原野上所有的树 所有的草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虫子 所有的鸟 全是我来养育的 小女孩沾沾自喜的话 让青座有点讨厌了 我顾不上那些了 我渴死了 快让开一下 听了这话 女孩马上说 那么作为交换你给我一张皮 青座呆住了 傻傻地看着那个女孩 要用一杯水 如果是在往常 连一分钱都不要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的井水 来换做生意的毛皮 见青座哑口无言地立在那里 女孩冷不防地说道 我想要那只银壶啊 青座脸都白了 银壶藏到了蒙得严严实实的行囊的最下面 这女孩究竟是怎么秀出来的呢 也许是看见了狐狸的尾巴 青座朝马背上望去 可连一根毛也看不见啊 她突然不快起来 几股眼上被一个讨厌的家伙给缠住了 可是口渴难挨 她觉得在这里如果不喝上一口水 就连一步也走不了了 虽说对方是一个瘦弱的小丫头 如果把她一把推开 轻而易举的就能喝到水 但不知为什么 女孩那双大大的黑眼睛 却让青座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于是 青座结结巴巴地这样说道 银壶不行啊 已经有人要买了 换个别的吧 给你兔子或梨子吧 对了 梨子皮可暖和了 听了这话 女孩剧烈地摇起头来 接着用手指着青座的行囊 冷不防揪的一声吹起了口哨 出来吧 我可爱的银壶 她说 于是怎样了呢 青座的行囊聋了起来 冷不防 搜的一下 从蒙得严严实实的行囊里 窜出来一只银色的狐狸 狐狸活了 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 用力地摆动着锤到地上的尾巴 确确实实地站在草地上 可采购的时候 它是一张真正的毛皮啊 青座差一点就直不起身子来了 女孩满足地点点头 从井边跳了下来 就像是狐狸的饲养人似的说 过来吧 我可爱的银壶 然后就把狐狸抱了起来 围到了自己那细细的脖子上 青座一个劲地发抖 一直害怕的事情现在发生了 一张空毛皮竟然又喘气了 又动起来了 说不定这个小女孩会用相同的魔法 让自己行囊里的东西 一个接一个地逃走 青座连口渴也忘记了 拽着马想趁早离开这里 可女孩却这样说道 青座啊 你不适合干这行生意 干点别的活不好吗 别的活 是呀 比方说皮革手工艺品 做别致的长筒靴怎么样 啊 这女孩怎么会这么清楚地知道青座的心思呢 她突然快活起来 坐下了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啊 我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过 就那样做好多好多漂亮的东西 那不就好了吗 女孩满不在乎地说 但是那样是生活不下去的 很少会有人买手工缝的鞋子吧 那样的话 女孩说 我教你一个好办法 她弯下腰 从脚下摘下一朵开着的大忌的花 一朵红紫色的花 叶子上全是刺 女孩把它轻轻地拿到了嘴边 唱起了这样的歌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这与其说是歌 还不如说是咒语 女孩反复唱了三遍之后 立即就嗖地刮来一阵风 大忌的花凋落了 就像枯萎的蒲公英 在风中凋落了一样 然而 就如同编戏法似的 在那一片片细细的花瓣凋落的地方 又开出了新的大忌花 一共有多少朵呢 原来不过是一根大忌 可眼看着就多了起来 女孩又摘下一朵刚开的花 重复起刚才的歌来了 撒出来吧 撒出来吧 花的种子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只不过唱了三遍 花就一点点的多了起来 很快 井边就变成了大忌的花田 明媚阳光下的原野 红紫色的花醋 沙沙地摇动着 不过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 让人为难的事 花越来越多 不知什么时候 大忌的刺把女孩那双脚 扎得伤痕累累 腾腾腾 女孩叫了起来 然后抬起那只伤痛累累的脚 说 青座啊 给我做一双长筒靴 见青座目瞪口呆 女孩又说 现在立刻就给我做一双长筒靴 不然的话 刺扎得我走不了路了 于是青座就仿佛中了魔法一般 头晕目眩地朝着自己马的方向走去 从行囊中取出了一张鹿皮 是一张光滑的皮子 攀到草上一看 能做好几双上等的长筒靴 可是怎么办呢 没有工具呀 青座遗憾地嘟囔道 你说工具吗 我有针 线和剪子呀 看看看 女孩一边说 一边把一只手插到了兜里 把五颜六色的线 缝皮革的长针和漂亮的剪子 掏了出来 一个小小的兜里 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呢 青座弄不明白了 不过 不管是针也好 线也好 都是她从未见过的绝好的东西 针和剪子 像是用真正的银子做成的 线呢 每一根都闪闪发光 鲜艳无比 就像彩虹被拆开了 撒到了草上一样 青座赞叹不已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 只听女孩说道 这些全都送给你 你给我做一双美丽的长筒靴 好啊 青座点点头 连忙动手做了起来 当美丽的线把鹿皮 缝成了一双长筒靴时 太阳已经偏息了 原野成了一片暗红色 在夕阳光中 刚刚盛开的大季花 看上去 像是在绚烂地燃烧着 这下可坏了 青座吃惊地站了起来 这不是已经黄昏了吗 到城里还有那么老远的路 可我怎么闲坐在这里 那样的话 你住在这里不就行了吗 女孩满不在乎地说 在这里过一夜 明天一早出发不就行了吗 那 那怎么行 青座把长筒靴递给女孩 就要去收拾自己的行囊 于是 女孩像是要拦住她似的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你在这里干一个晚上 多做几双长筒靴吧 到时候 我会教你一个好办法 让你变成一个 非常有钱的人 我让大季的花 再多一些 再多一点 把这片原野 变成大季的原野 让远方的镇子 村庄 更远的城市 都开满大季的花 那样的话 人们被刺 扎得连一步路都走不了了 就都来买你的长筒靴了 你怎么做 怎么做 也不够了 一口气说完 女孩穿上青座 做的长筒靴 连蹦带跳地走了起来 围在脖子上的银弧 赤溜一下 滑了下来 跟在后头追了上去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大季的花 迅速地多了起来 穿着长筒靴的女孩的那双细腿 轻快地向远处跑去 半道上 突然回过头来 迎着风 大声地喊道 要是成了有钱人 就娶我当新娘子吧 盖了大房子 就来接我吧 用漂亮的马来接我吧 然后 裙子一飘 渐渐地远去了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只剩下歌声 还回荡在原野上 银湖像个白球似的闪着光 跟在女孩的后头追了上去 还有这种人 青座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过 这时他在心里已经决定了 今天晚上 就按着孩子说的 在这里干活吧 用一张鹿皮 尽可能多做几双长筒靴吧 这天夜里 沐浴着皎洁的月光 青座足足做了有十双长筒靴 天亮的时候 他把留给自己的一双穿到了脚上 其余的九双往马上一拖 朝着镇子出发了 朝着镇子 那大街上熙熙攘攘 人声鼎沸的镇子的方向 不过 在原野上越往前走 青座越来越吃惊 原野上是一望无际的大鸡的花 怎么走 怎么走 都是开得绚丽烂漫的红紫色的花 在风中摇曳 连那条起今为止 一直在那里的阳长小道 也被大鸡的花给埋住了 找不到了 还有比这更难走的原野吗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原野吗 侧耳倾听 这回是花儿们自己唱起了歌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洒出来吧 洒出来吧 花的种子 和那女孩一样的调子 而且是像针一样尖锐高亢的歌声 大季的花儿们一边在风中摇曳 一边好像是自己在迅速的增多似的 那势头太凶猛了 不过是一个晚上 就成了一望无际的刺人的原野了 而且 越是往前走 大季越高 叶子越大 草丛也更加深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清楚要扒开草 才能前进了 就快要到镇上了吧 不 从里程上来看 应该已经走到镇子的中央了 这时 前头的草沙沙地摇晃起来 青座的耳朵里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脚疼得走不了了 青座 卖给我一双长筒靴吧 青座一正 站住了 眼前跳出一只梨子 用小小的黑眼睛仰帮着青座 那一刹那他吓坏了 因为这只梨子的背上有个枪眼 是一个黑乎乎的旧伤疤 而且 那张脸和那身皮毛 他觉得特别艳熟 是的 绝对是的 这是我刚开始干着一行生意时 卖给镇子上那家最大的毛皮店的梨子 青座想和这只梨子搭话 可舌头不听使唤 发不出声音了 于是 梨子又说了一遍 卖给我一双长筒靴 说完 从嘴里掉下来一块银币 银币咕噜噜地滚到了青座的脚下 脸色苍白的青座 从行囊里取出一双新的长筒靴 给了梨子 梨子把他们穿到后腿上 摇摇尾巴 就消失在草丛中了 青座突然害怕起来 一种来历不明的恐惧 从脚下哆哆嗦嗦地爬了上来 他哪有心思去捡什么银币 才一个晚上 这不可思议的大计划 就把园野 镇子 村庄 房子和人 都给埋了起来 而且也许现在这里还活着的 只有起死回生的毛痞们了吧 就在这时 像沸腾的回生似的 从大计的花丛里 响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声音 卖给我一双长筒靴 青座 卖给我一双长筒靴 卖给我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青座的身边已经坐满了 数不清的狐狸 梨子和兔子 每一只身上都有枪眼 每一只嘴里都叼着隐蔽 其中也有的叼着五块十块银币 他们把银币 噼噼啪啪地丢到了青座的前头 缠住他要长筒靴 青座不顾一切地 把长筒靴从马上卸下来 分给了动物们 但是 只有八双长筒靴 立刻就没有了 青座尖声叫了起来 已经没有了 长筒靴已经没有了 然后 他骑到了马上 马背上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空空荡荡了 和长筒靴一起 拖在上头的狐狸皮呀 梨子皮呀 全都不见了 青座抽了马一鞭子 没命地穿过一望无际的大纪元夜 朝着大山 朝着自己家的方向 风呼呼地朝耳朵后面吹去 奇怪的是 这时马的蹄子几乎就没有贴到地上 而是像掌上的翅膀一样 在天上飞翔 然后等清醒过来 青座已经回到山里自己的家里了 这时青座的那张脸 苍白的吓人 三天都没有直起腰来 从那以后 他辞去了毛皮生意 他一生都珍藏着那一双紧剩下来的长筒靴 缝得密密麻麻的彩色的线 永远是那么鲜艳 永远都不褪色 这些路由 永远都不记得有 大家可以切磋